我在拍完上一个视频之后 我又去买了这种压角 因为我之前视频里那个压角这边裂了嘛 我就想说 我需要买一个新的去替换它 我同时也看到了有这种压角 我也好奇去买了 因为一个就几块钱很便宜嘛 我经常会因为好奇去买一些 看起来好像一样的东西 结果买坏就不一样 这次也是遇到了相同的情况 先说这种压角 我之前买的那个好像是买不到了 现在买到是这两种 它做工也都不太好 是透光的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这根金属的柱子 它只扣到这里中间一点点 所以它真的是比较容易掉出来的 你如果要用这个 你就自己注意一下 它如果要掉出来 就给它往里摁一下 可以让它稍微用的久一点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看到 它这个边上有一个塑料的这种多出来的一个东西 这个你如果在意就给它修掉 如果不在意的话就也可以伍视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像有点点要封起来 其实并没有封起来 用指甲抠一下会发现 是可以抠开的 它塑料部分有这么多这种毛刺一样的东西 就它就没办法用在什么针丝啊 或者怎么样就比较细的料子上 但是如果是拼布常见的那种20枝30枝的平纹棉布 还是可以用的 这两个跟我原来那一个用起来差不多 我有试过了 就是你盖住那个线一点点就可以 车略小于四分之一英寸了 价钱不一样啊 真的就一分钱一分货 但是质量都不太好 像这一个它这边没有塑料的口子 但这边有啊 反正做工都不太好 这些几块钱的东西 哎 根据我经验啊 这种东西通常就是抄的 一板比一板差 一板比一板便宜 我也不知道原版是谁家做的 只能说就能用就用 等坏了就再买一个这样子 真的质量不太好 但是就就都还能用 然后再说这种 这种为什么有四个呢 其实它是两种 这样看好像是一样的东西哦 翻过来看 这是不同商家那边买的 上面这两个 它这个挡片就比较贴 中间这个部分 下面这两个挡片就比较靠外 就是这个挡片 所以车出来是怎样的区别呢 如果挡片比较靠外的话 车出来缝缝就很大 如果挡片比较靠边边的话 车出来缝缝就比较小 这样会有这么大的区别 如果你要车机缝平布略小于四分之英寸 我还是非常不推荐这个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车均匀的缝缝 想要车起来方便一些 那用这个就真的方便很多 它这个就算是同一加卖的 你看不同批次 这个它都是离边边有一点距离 但是距也不一样 反正非常的不稳定 这个我仍然是仍然还是那样的意见 不推荐用这个做急缝平布 但是你车其他东西可以用 这个做工不太好也是 你看它这个下面 就这个地方会有多出来一个东西 反正也是做工很不好 但是也都还能用几块钱的东西吗 我非常想知道原版到底是谁家做的 但是无从得知 总体来说 因为咱们也买不到原版的 也不知道原版是谁家的 但这个东西又特别便宜 如果你想要做急缝平布略小于四分之一英寸 还是推荐买透明的这种 你甚至于可以一次性多买几个 因为它真的透明的部分会裂掉 而且金属梗杆会掉出来 很容易坏 如果你只是想要车均匀的缝缝 你不是做急缝平布 你就可以用这个 我自己那台铺缝缝纫机这些装上去 它都是可以直接用的 它有的时候不是扎在正中间 它会歪一点点 但是也不会打到金属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的缝纫机 也是不能随心所欲调整位的 你要小心一点这个问题 因为每一台缝纫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我是推荐那种 可以随心所欲调整位的机制用这个 因为毕竟有点点危险嘛 最好是可以给它调到正中间来用 现在的缝纫机大部分 一两千以上的都是可以调的嘛 因为我那台是十几年前的一台 非常破烂的缝纫机 它只能一个方向调 它不能随便调 而且它调的不太准 是用手拨着调的 所以就我也挺担心的 我觉得可能有人跟我是相同情况 所以就多说一句 总体来说几块钱买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了 那种特别好的缝纫机 我前阵子又问了一下 它们是有原配一些很厉害的压角 然后自己机子上调整一下 就会车得很好嘛 如果你缝纫机特别好 那种一万多两万多的那种机子 你就不用考虑这些方案了 你们自己说明书看一下 它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我是想说那种一两千两三千的机子 你可以想一下 这些也许可以帮到你